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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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风暴中的雨 远翻涌天晴 我的命运黑夜的雨衣 彩虹在暗地 等一个际雨 张开翅膀轮回有我决定 如果她在心中相根 但开花在生命最后 只想要飞翔 一次分去抵抗 就在挣扎和无奈之前高昌 想起要向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小姐的牢笼 紧箍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无懂 繁华我今生死于共 城市熬向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小姐的牢笼 紧箍都无从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懂 你若都懂 繁华我今生死于共 你若有梦 就让你若都无奈 就让你和别人不同 都无奉 我今生死于共 来 有了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 小曼 名字 琳琪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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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三九 到 五五三三 到 起来 你们两个六号牢房 跟我走 八九六三 到 你最后一箭 紫囚房 跟我走 刚谁说的好看来着 我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 你 大师吗 去把你囤的那点好货都拿出来吧 刁姐 您不说那点货要留着过年或者值得庆祝的时候再用吗 我马上去拿 今儿就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今儿 是我青雕活着庆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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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 就是这儿 进去吧 被站好 那么 就 让些便宜 回忆 taki 啊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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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 文公子 如果你一游未尽的话 我当然愿意奉陪 对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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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身明朦 手上这个戒指 应该也不是普通的货色 萌初 九哥 我到处找你呢 原来你在这儿啊 九哥 你怎么来了 你们在打桥牌啊 在船上太无聊 打发打发时间 我也挺无聊的 我帮你打 可是你不会打桥牌啊 不会 我可以学啊 你忘了 我学东西很快的 谁来发牌 小姐贵姓 免贵姓林 你要知道 我们这儿可不是闹着门儿的 我知道啊 这个可以吗 可以啊 九哥 咱们走吧 先生贵姓 免贵姓 萧先生 发牌吧 好啊 你还签我两千法币 我看你手上那个红宝石戒指价值部分 应该可以常关赌债吧 可以啊 我那就是 林小姐 请校内 臣子 确实不普通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刚刚到底是怎么接的 林小姐是法国巴黎大学数学系高材生 三年之内拿下数学和建筑两个学位 别说区区五十二张牌 就是一百零四张牌 对他来说也不再画像 厉害 厉害 肖某今天 输得心服口服 告辞了 公爵夫人 真的很不好意思 今天让你跟我一起输了 没事 我可以请您喝一杯酒吗 好的 九哥 我们一起走吧 别 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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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把这个戴上 这什么呀 咱们两个都订婚戒指啊 这都能上毒桌 也不算珍贵 戴不戴也无所谓 行了 行了 别涨了 在我这儿呢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扔 九哥 你误会了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拿咱们的低婚戒指去堵的 你会给我 九哥 你难道不知道吗 这一辈子我要是离开了你 我是活不下去了 我冷蒙出对天发誓 以后要是再干出 让九哥不高兴的事 我就 我就到海里去 温鲨鱼 好不好 好呀 蒙出 赌博不好 担任我以后不要再赌了 好 你怎么了 船快靠岸了 船快靠岸了 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这都晃了两三个月了 爸爸还不知道 我们订婚的事情 我长得也不难看 虽然不像你是高学历 但我好歹也婚了一个名校毕业 想必岳父 应该也不会嫌弃我的吧 我不是担心他对你不满意 我是担心 爸爸会因为我私自订婚的事情而生气 三年前我去法国留学 就是私自决定的 因为这件事情 爸爸三年都没有主动给我写过一封信 放心吧 到时候我一定好好表现 岳父大人一高兴 说不定就把之前的不愉快给忘了 开心一点 全都不许瞎传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关照什么事啊 是不是让我们下转呢 是不是 女士的女士 请不许多一封信 先不许多一封信 先不许多一封信 人们都没有人 没有人 要我说 就应该重点搜查 那些跟公爵夫人 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 毕竟项链戴在脖子上 难道她也不容易 林小姐不当警察 真的是可惜了 湘先生觉得我说得不对吗 对啊 太对了 可林小姐也是 下午的时候 跟公爵夫人坐在 驿桌上打的牌吧 你不被列为嫌疑人的话 也说不过去 山正不怕影子鞋 随便搜 林小姐 到你了 谢谢 小姐 你的包 好 别走了吧 这儿先生 给你 好了 你可以过去了 进这个 这个 行了吧 这 这不就是 公爵夫人的项链吗 队长 搜到了 谁呀 谁呀 这是我的项链 这是我的项链 这 怎么这么容易啊 项链 为什么在你包里呢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今天下午 这位小姐和我们夫人 在一个房间里打过牌 刚才在穿烫的走廊上 还喷过我们的夫人 这么说 你有充分的做案机会了 不是 何说我为什么要偷她的项链 还这么愚蠢的把她放到包里 懂得你们搜啊 这两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们待会儿回警局 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这位警官 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我有我的人格担保 我的未婚妻 绝对不可能是小偷 未婚妻 你和她是一起的 是 一起带走 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犯人 我觉得这个人才可疑吧 从下午开始 就一直在打公爵夫人的主意 刚才跟在我身后 肯定是她把项链 放进我包里 栽赃给我的 莲小姐 你不要冤枉好人好不好 办案 是要讲证据的 我没有偷项链 我也不是 我 我不是小偷 对不起 你带上 你 你 你凭什么抓我 我真的不是小偷 是不是小偷 我们自有危险 带走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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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蒙初被抓到警察局了 还磨什么养骨 爸爸 您别着急 前面就快到了 今天路上人多 这已经很快了 还不是怪你 时间都过了 也不知道提醒我去码头 这事怎么能怪大哥呢 你在房间里打电话 快敢去打扰你吗 自己定下的规矩 还怪别人 你再仔细好好想想 那个项链 为什么在你包里 肯定是那个叫 萧凌峰的男人 放到我包里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 猜 是定不了罪的 那你要我怎么样 你证明我无罪本来就是你们警察的工作 证明你有罪 才是我们警察的工作 要想证明我是被栽赃的也简单 去检查一下那个项链上有没有我的指纹不就知道了 你倒是挺清楚的嘛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 你很有经验 萌初 爸 姐 大哥 你们过来了 我们在码头接不到你 听说你来警察局了 到底怎么回事 九哥被人诬陷 说他在船上透露了一位夫人的项链 有个叫龙天宇的警察 非得把我们带回警局做笔录 谁是九哥啊 九哥是 爸 他就是九哥 冷伯伯好 好 阁下想必就是 龙天宇龙警察吧 我是 礼人冷是难 上古海关监督 权子萌初 从小就有良好的教育 绝对不会干出什么 偷鸡摸狗的事 肯定是受了别人的牵连 还请龙警长行个方便 让我带小儿回家 好好管教 告辞 爸 九哥也不可能是小偷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我可以跟你走 我也要带九哥走 萌初 萌初 这里是警察局 是不会冤枉好人的 林小姐要是冤枉的话 肯定会被无罪释放 你就别再胡闹了 快跟我们回家吧 任何人 在指纹鉴定报告出来之前 都不准离开警局 对了 冷公子 也麻烦你 让我们采集一下你的指纹 龙警长什么意思 您是怀疑犬子的清白吗 冷公子当时也在案发现场 而且与林小姐关系甚密 我们的的确确不能排除他的嫌疑 查清事实真相 那是你们警察局的事 我弟弟是清白的 人必须跟我们走 阿辉 到 带下去 谁敢动我弟弟试试 我相信蒙初跟林小姐是清白的 既然是清白的 有什么可怕的 这里是警察局 警察局有警察局的规矩 不管是谁 都要遵守 好了 妈 九哥绝对不可能是小偷的 你们知道九哥的父亲是谁吗 九哥的父亲 就是你们警察局的局长林奥东 试问警察局局长的女儿 怎么可能是小偷 会是想 fertig 他早知道 измен 我 Whew 我 试试深 你能给我 去找 Gebace 虾 有一个 好 回来了 回来了 爸 你叫我什么 我跟九哥 已经在法国订婚了 林局长 没想到我们居然成亲家了 领钱金财貌双全 和犬子真是家傲天成啊 九哥现在可以跟我走了吗 项链上 确实没有林小姐的指纹 排除协议 她可以走了 小女周车劳顿需要休息 还请各位见谅 我们先失陪了 九哥 王初 可这 如果没什么事 我们也走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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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我怎么觉得林伯伯 好像不太喜欢我 你连身招呼都没打 就把人家女儿娶回家了 我要是林伯伯的话 我也会不高兴的 而且今天见面又是在警察局 难免会有些尴尬 你放心吧 我家好好洗个澡 一会儿姐姐去给你正式提亲 离家的饺子 玩家的面 吃吧 爸爸做的面最好吃 女儿大了不游店啊 你出国留学是好事 爸爸当初我不应该反对的 那为什么我给你写了那么多封信 连一封都没有回 爸爸老了又挨面子 一想给你写信有无从下笔 舅哥 别怪爸爸 其实我也猜到了是这样 其实你的美风来信啊 爸爸都看了三四遍 我知道我的女儿很优秀 不但拿下了巴黎大学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还俯修了建筑 我的女儿真了不起啊 爸爸真为你骄傲 爸爸 爸爸 嗯 在法国的时候 萌初对我很好 每次我生病的时候 他都守在床边照顾我 哦 吃完面再说啊 凉了就不好吃了 吃吧 卖花了来看看啊 卖花了来看看啊 嗯 进去吧 如果冷监督和冷小姐 是为了小女的婚事而来 那就免开尊口 请回吧 林伯伯 小弟和令千金 郎才女貌 而且论家事 我们也都门当户对 您为什么如此反对啊 小女年幼 历练尚浅 婚姻大事应当由父母做主 总之 我是绝不会答应这门婚事的 爸爸 林伯伯如此棒打鸳鸯 是不是对盲初 或者是对冷家有什么误会啊 冷监督在上姑 位高权重 掌握一方海关 我林家两袖清风 清贫度日 只怕高攀不起 请回吧 舅哥 林局长 话已至此 再多说也没用 念之 我们回去吧 嗯 我觉得这个人才可疑吧 从下午开始 就一直在打公爵夫人的主意 刚才跟在我身后 肯定是他把项链放进我包里 栽赃给我的 您为什么要反对我的婚事 难道就因为是我自己选的 您叫横加干涉 是不是我做的所有决定都是错的 从小到大 您就像关犯人一样关着我 除了上学读书 我跟外界几乎没有任何接触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就因为我的生父是个罪犯 您认为我的血液里留着犯罪的因子 所以您才要防着我 既然这样 当初就该让我自生自灭 又何必费事把我养大呢 九哥 你 你胡说些什么呢你 爸爸 你真的把我当您的女儿吗 还是说 我在您心里 一直是个罪犯 我真没想到 这么多年 在你心里 竟然对我有这么多的怨怼和不满 九哥 我发誓 我从未对你另眼相看 你在我眼里 就和我的亲生女儿一样 我也想相信 但是从小到大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可罪犯有什么区别 我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会对我有这么大的误会 可是九哥 爸爸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我恨你 九哥 小妹妹 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被哥哥喝两杯 你 你在这儿 我不去检查了 别怕 然 然然在安慰安慰你 安慰你 救命啊 救命啊 这是干的 快 来 手给我 拉我 拉我 你 你这是谋杀 我要告你 我告你 要报警 到警察局去 跪 你没事吧 没事 他要真死了 你就成了罪犯了 罪犯 我的确是个罪犯 你再把我抓回警察局好了 下次这样的情况 你不能见死不救 知道吗 你不是刚巧出现在这儿的 从邻家开始你就一直跟着我 你知道我在跟踪你 我可是警察局长的女儿 要是别人跟踪我都不知道 岂不是丢了我爸的脸面 你一路跟着我 看着我被人欺负却不出手 我严重怀疑 像你这样的警察 能不能保护上路神明的安全 还有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救刚才那个人 他欺负我 我只是先让他吃点苦头 这点小惩罚应该不算过分吧 行 说吧 你跟着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之前说 公爵夫人的项链 是一个叫萧凌峰的男人 放在你包里的 我说了 那只是我的推测 这个萧凌峰什么来头 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跟他在牌桌上打过牌 据他所说 他之前一直在南洋一带旅游 看他的衣着举纸 倒像是个有钱人 不过 不过什么 他多半是装的 装的 他的手很粗糙 至少十八岁以前都在干苦力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哎 不要再跟着我 难道就因为我胜负是个罪犯 你认为我的血液里流着犯罪的因子 所以你才要防着我 既然这样 当初就应该让我自生自灭 又何必费事把我养大呢 九哥 你胡说些什么呢你 爸爸 你真的把我当您的女儿吗 还是说 我在您心里 一直是一个罪犯 那个林局长也真是奇怪 要是之前他生气 我倒是可以理解 可是这次我们冷家登门拜访 郑重提亲 不但坐近了礼数 也给足了面子 可他还是一口回绝了 老爷 林家派人送了东西过来 拿进来看看 是 拿进来吧 这 这就什么意思啊 蒙初 这是女儿红 是女儿出生的时候 被埋在地下的 出嫁的时候 作为嫁长送到夫家 人家送了这个 说明林伯伯同意了 了 那么想想想看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爸爸了 我保证 我会像你的亲爸爸一样 照顾九哥的 爸爸 爸爸 九哥啊 九哥 你怎么可以对爸爸说那样无情的话呢 爸爸他为了你 终身委屈 你还要他怎样 你根本就不配做他的女儿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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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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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爸 对不起 是谁杀了我爸爸 我问你是谁杀了我爸爸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为什么抓我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爸 爸 放开我 爸爸 傲费 傲费 杀局长非杀 前外是亲手女儿 林公馆地处租界 谋杀案又发生在林公馆 也就等于谋杀案发生在了租界的地界 租界警察要接手此案 符合租界区的条约 可死者是我们华界警局局长 由我们华界警局自己调查 不是更加妥当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没有别的 你就没想过 阻拦租界警察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认为我的提议合情合理 毕竟死者是我们华界警局局长 我们应该有起码的主动权 国运衰微 你还有这样的志气 好 你要主动权 我就给你主动权 是不是放弃 送你这个注定 却不会和幸福 如若其如理 越来越清醒 越不可能轻易 感受着寒冷的倾听 浪潮涌动着 万丈人生情欲 她的喜怒你 我不能参与 但梦面俱下 孩子般的顽皮 曾无声无声地逝去 你的每一条消息 都是我的风景 生活总是难言怀疑 在那个夜里 上天最遇到经历 天栏干河江碧 等不住落叶化成唇泥 那雨飞翔的秘密 那些过往痕迹 就让我深深刻在心里 天栏干河江碧 你 Zither Harp